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介绍梁石秋与他的莎士比亚全集翻译 台湾联合文学记者在梁石秋施事前几个月 曾对梁做全面采访 其中谈及梁石秋所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一事 当时梁石秋激动地说 又是莎士比亚 我已经与他绝交 是的梁石秋在所翻译莎士比亚出版后 就生严与莎士比亚绝交 为什么呢 四十大册的莎士比亚全集由他一人独立移出 而且后三十册是他在五十六岁以后 花十年功夫赶移而成 整部全集前前后后花去了他三十八年的宝贵人生 莎士比亚翻译确实给梁石秋很大的辛劳 梁石秋致女儿文强的信中说 一星期教队十本莎士可把我整惨了 几乎把我累死了 遗书之苦 不下与生孩子 特别是翻译的最后几年 梁石秋已六十多岁 身患糖尿病和胆结石 后做了胆囊切除手术 以老病之趋 对付艰难的杀作翻译 不能不令他痛苦不堪 一致说出激愤之语 他后几年病情恶化 年龄增大 对能否顺利完成这一浩大工程 常感力不从心 没有把握 在志文强的信中说 我打算以余年完成此一工作 但上天是否准许我 我自己也无把握 只有靠你们给我祈祷了 为此他有识 真恨莎士比亚为什么要写这么多 梁石秋的冤恨并不表明他的厌倦 只是说明杀疑的工作 功成浩大艰辛 此非常人所能体悟 相反 他对杀士全集的疑惩 脱感自慰 他曾说 这就是恐怕是他所能做的最大一项贡献 想到此 心里的满足 非言语所能表达 自言 我这一生 有三十年的功夫送给他沙士 我自得其乐而已 但也有无形的报酬 我从沙士著作中 培养了一种人生态度 对世界万物抱有浓厚兴趣 对人家万象 是理解容忍的心胸 梁师兄与沙士比亚的恩恵院院是如何结下的呢 起初梁师兄与沙主并无深交 在清华读书期间 读过哈姆雷特 朱利斯凯撒等几个戏 辅美留学时 哈佛的击退之教授教他都麦克白斯 和亨利四世上篇 同时看过几个杀剧的上演 他对沙士的认识仅此而已 翻译四十本沙士全集 他想都不敢想 梁师与沙主交往三十多年 缘起胡适先生 1913年底 胡适开始掌管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 及美国更款委员会的翻译委员会 组织大规模的翻译计划 其中之一便是翻译沙士比亚全集 原例由文艺多 徐志摩 耶公超 陈希颖和梁师兄五人承担 预计五到十年完成 经费暂定五万 梁师丘立即动手翻译 您一年交稿两部 可是另外四位始终会动手 于是这项任务就落到了梁师丘一人头上 抗战开始时 他完成了八部 四部悲剧 四部喜剧 1936年 1936年商务印书馆发行梁师丘所依的这八本戏剧 到1939年相继出版了 《哈姆雷特》、《马克百》、《里尔王》、《奥塞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第十二页》等八部 抗战期间又完成一部历史剧的翻译 起后基本中断 直到1959年 梁师丘在台湾继续他的杀意工程 他自行规定 每天以2000字 两月一本 一年移成五六本 因事物多 很难按计划形式 有时因未能完成预定任务 第二天加班补上 特别是后来 身患多种疾病 他硬是坚持翻译 1966年春 一到最后几本 梁师丘感到最苦 因为比较难 而且娇皮 趣味娇少 与硬着头皮 非干不可 他特别担心 天不假意年月 完不成这一任务 经过一年的最后冲刺 终于在他预定的年限内大功告成 1967年8月 他完成了37本 莎士比亚全部戏剧作品的翻译 由台湾远东图书出版社出版 为此 8月6日台湾中华文艺协会在台北举行圣大庆祝会 这项工程发行人胡适 曾许诺登拳击移程将举行 酒会庆祝 遗憾的是 虎师先生亦于五年前逝世 无缘参加这次盛大庆祝会 梁师兄又用了一年时间完成莎士比亚的三本诗作 至此 40部的莎士比亚拳击全部移完 前后长达38年 以一人之力花费近40年时间移成全部杀作 其功劳不代言 还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翻译原则 首先是存真 梁师兄的最早读者是他的妻子女儿 他们读一作都敢吃力 妻子成技术 建议改为流畅的中文 弄通俗些 梁说不成 莎士比亚就是这个样子 要存真 看来在信达雅翻译标准中 他首要遵循的是信 不只是在语体上 对杀作中的淫秽内容也坚持存真 不做通常的删接处理 女儿文强 偶读杀剧 感到其中 威于甚多 不便朗读 便提醒父亲在翻译中 可否去予婚 他告诉女儿 早在1818年 就有人把莎士比亚太婚的部分全删了 编译了一部所谓 在家庭里可以朗诵的全集 莎士比亚 与信一直是商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一位英国学者说 莎士比亚是最常与信描写的伟大英文作家 他毫不费力且很自然 每个汉毛孔都流淌着信 对此一直褒贬不一 梁师兄认为 戏剧中含有威胁成分很正常 中外截然 因为剧本主要共演出 并不是按透文学共人阅读 因地 因时 因人而异 随时变动 另外 过去看戏的观众主要是男性 故没有忌讳 不加限制 梁师兄对英国文坛 争论莎士是不是色情作假 感到不可理解 他还引用了莎士比亚一首十四行诗 这首诗以描写性欲为主题 表现了诗人对于性交的强烈厌恶 以此说明 杀作未必是罪负色情 梁师兄认为 就杀剧中的淫秽之词 绝大部分是假借文字游戏 尤其是双关于表现的 通常隐隐约约 并非常人所能欣赏 诸身豪一杀剧时 将这方面内容 以及一些较为费解的地方删去了 梁师兄估计 每剧约善去两百行以上 对此他颇感可惜 他认为 杀是原作威胁处 仍意保留一存其真 不只是存真 因为译者还指出 杀剧中许多时代错误 即中国所谓的 关公战秦琼之类的时空错误 梁师兄翻译 沙士比亚看了大量参考书 加上他学识渊博 故能发现许多杀作错误 曾写下专文 沙士比亚与时代错误 梁师兄不仅是杀作遗者 同时也是杀学专家 从存真和变误两点 可以看出梁师兄的学者品格 梁师兄翻译杀作四十年 没有什么报仇可言 穷年雷月 物物不休 期间也很少得到鼓励 他说领导我鼓励我支持我 使我能于断断续续三十年间 完成沙士比亚的翻译者 有三个人 胡适先生 我的父亲 我的妻子 特别是他的妻子 陈济叔 是沙姨漫漫长途中 陪伴她体贴她的唯一之人 在沙剧遗城庆祝会上 著名女作家谢冰颖 于致辞中大声激呼 沙士全集的翻译之完成 应该一半归功于梁夫人 对此 梁师兄很感动 他说妻子容忍她这么多年 做这样没有急功近利 可图的工作 而且给她制造身心愉快的环境 实际能够安心 专于启示 每当梁师兄 一成一句 即将手稿 交给妻子 成绩书 便用古老的 纳鞋底用的锥子 在稿纸边上打洞 然后用线钉红成线装书的模样 我们宝阳梁师兄用近半生的时光 独立完成沙作 不能忘记 他身边那位默默无闻的 娴熟女性 梁师兄一生对文化贡献书多 他写下了牙舍小品 为代表的几十本散文 从教几十年 逃离满天下 编写教材词书多种 家会后学 单单是他花费三十八年漫长人生年华 完成的荒荒四十卷 沙士比亚全集的翻译 就是一件不休的盛世 永载中华民族文化史册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观看收听 再见 再见 再见